而华南县高龄长者现在也吹起了健身风潮 全县第五家的银法健身俱乐部 瑞隋乡农会承办的9453银法健身俱乐部 今天是正式接牌营运 中央国民健康署、县卫生局等场观学界 以及地方农会嘉宾共同接牌亲贺 那么也鼓励长者除了是平日健走活动 也可以来到俱乐部增加肌力以及柔软度的训练 享受银法健身所带来的乐趣 拉下红布条花莲第五家银法健身俱乐部 也就是由瑞隋乡农会所开办的 9453银法健身俱乐部正式接牌营运 在专业教练的带领指导下 与会长官贵宾以及俱乐部成员 当场操作器材健身运动气氛热烈 全他有300多个人会出的男人会一个人 他总是掌声叫做 学生有300多个人会 只有我们这位三名位 花莲市有五个单位 我刚刚有任到一个学长 就是我们持续大学的第一 他第一级是两年多以前就了 他都这么长 这个花莲有四个单位 我们中南区的就是我们这些 所以我们这些真的在 还是在给周末县市掌声 花莲县为全国各县份 目前唯一达到超高龄人口社会的地方 瑞士香农会集结众人之力 今年顺利争取设置南区第一个银法健身俱乐部 提供专业的高龄运动指导服务 让所有长者能拥有好的生活功能 以及品质 活得健康更幸福 所以感谢周局长给我们瑞士一个机会 也给我们一个长者一个机会 除了在地议员的支持 从中央国民健康署到地方的县卫生局 在农会总干事黄胜黄积极推动争取下 更是全力协助促成 共同来提供瑞瑞相约2000多位的高龄长者 更专业优质的健身运动强健体魄 最重要的是要谢谢 除了农会之外 最重要的是在地的乡亲愿意挺 我们瑞瑞所有的长者健康处境 你们是最棒的 谢谢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这边能够做适当的运动 让你得到完整的健康 因为有时候运动错也会产生一些问题 所以我想大致主要会在这边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当然更重要 这个点能够成就 我应该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总干事 我们再给总干事一个掌声 全台湾唯一的龙会 要办医法健身俱乐部 他很大胆 很大胆的敢去说挖来挖来挖来 大部分都是 哇很好的机会你去 你来你来你来 那不是你去挖来挖来 所以让我们在瑞瑞 有一个很棒的营法健身俱乐部 那刚才副署长也讲过 有一个叫做营养健康中心 营养中心 那花莲的营养中心南区也设在我们的卫生所里面 所以呢 营养跟健康都在瑞瑞 所以 瑞瑞香农会9453营法健身俱乐部 与花莲县全林体势能运动协会合作 设置运动智慧设备机械器具以及补具 规划体势能课程 现场更有专业运动指导员来指导 让每位长者都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中 进行有效激励运动 也期盼花莲县南区的长者 一起来运动提升激励 身体不老健康常住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